那么第三讲的这个题目呢 叫做蜻蜓外交的僵硬性和随意性 蜻蜓外交的僵硬性和随意性 那么在19世纪中期 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鸭片战争 那么他们发动第二次鸭片战争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就是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特权 获得这种群内权益 那么如果就中外国家关系当中的 这种政治关系而言 那么清政府在第二次鸭片战争以前 对于外国侵略者所提出来的各种要求 给予拒绝 完全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支持 完全属于中国这个主权范围 那么清政府对于外国人提出来的修约的这种基本态度 应该说呢 也是基本上是正确的 那么但是清政府在这个斗争当中 在这个外交斗争当中 所采取的这种外交态度 外交手段却存在着严重的僵硬性和随意性 就是清政府拒绝外国提出来的修约要求 属于它的主权范围 那么这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是正确的 但是他所采取的外交态度 外交手段 那么存在着很多问题 那么我认为呢 主要是存在着这种外交的僵硬性和随意性 我们都知道 一个国家在这个国际外交活动当中 固然需要具有它的这种原则性 严肃性 是吧 不能够把外交当儿戏 但是呢 原则性和严肃性 它并不是绝对的 丝毫不可变改的这种僵硬性 那么也说在外交活动当中 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那么但是在外交活动当中 灵活性也不是不顾客观现实 甚至是无故 无视于已经签订的条约 对它进行随便改变的这种主观随意性 灵活性是什么呢 不是说条约已经签订了 不顾客观现实 随随便便就要改掉的条约 不是这种主观的随意性 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 清政府在同外国进行外交交涉的过程当中 虽然也具有某些灵活性 但是它的根本目的 并不是要以最小的代价 是吧 为中国争取时间 换得宝贵的时间 来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 是吧 来从根本上改变中外力量对比的悬殊 来维护国家的主权 不是这样 是什么呢 它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的灵活性 是清王朝为了维护天朝大国的这种虚假的局面 激迷外移的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或者说 这种外交的灵活性 与其说是一种外交灵活性 还不如说是一种妥协性 更为准确 那么如果就整体情况来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 清政府的外交主要是表现为外交的僵硬性 不肯随便对于自己的传统的外交体制进行变更 主要表现一种外交的这种僵硬性 那么但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 虽然也有这种僵硬性的表现 但是更多的表现出了一种主观的随意性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结合着一些历史史实 来做一些论述 1857年12月 我们讲过了英法联军攻陷了广州 那么咸丰皇帝就痛斥叶明称 对两国总督叶明称进行痛斥 说这个叶明称 对于英法两国的召会 是密不宣誓 英法联军给叶明称发了召会了 叶明称不宣誓 也不从外国进行交涉 千言日久 拖了很长时间 这样导致了疑人的奋机 英国人就很愤恨 给你提交召会 你不答复 英国人就很愤怒 因此这英国人呢 就发动了战争 入侵了省城 那么就讲说 叶明称 实属刚愎自用 办理怪拗 大副委任 办理错了 不好 办理有错误 辜负了 清帝的这种信任 那么对叶明称的进行了批评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仍然还在坚持一种 僵化不变的一种外交思想 那么咸丰皇帝 颁发了一个上誉 他说这次英国人 对华发动战争 是违背合约 拒我诚持 辱我大臣 穷穷叛逆 那么对英国人进行了批评 是吧 是违背条约了 占据我的城池 辱我的大臣 如同叛逆一样 说这个时候 如果说断绝中外贸易 生罪至讨 实属名正言顺 那么我们是正义的 英国对华发动战争 对他进行征讨 那么我们是属于正义的 那么同时他又讲 说这次起信 这个挑衅 是起自于该疑 是英国人首先挑衅的 他说 而我国大臣 办理意味尽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大臣 叶明琛 他办理的也不够稳妥 是吧 也不够完善 因此 那么我大清皇帝的决定 要暂缓用兵 那不同英国用兵 说各国一人 应共欲 镇大公无我之地 意思表示 我的大清朝皇帝 我是大公无私的 是吧 我也不去匹护我的大臣 是吧 我的大臣办理 这个外交 也有失误的地方 是吧 英国人 你办的也不对 是吧 那么他这希望呢 通过下令 革职 叶明琛 是吧 那么他认为 既然大清皇帝 能够这样的 一禀大公 是吧 处理事情 是吧 不维护 不披护自己的大臣 那么英国人 这个该仪当之改毁 那么英国人就应该呢 感到很愧毁 那么从咸丰皇帝 这个上誉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咸丰皇帝 很明显 他不是在解决 中国和英国之间的 这种两个国家之间的 一种外交冲突 是吧 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个高在上的 一个皇帝 是吧 在处理他的部下 他的大臣之间的 一个纷争 他是起一个仲裁作用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 咸丰皇帝 这个时候 他对于中英之间的 冲突的性质 这个认识 那么还是 有很大的局限 那么到了这个 1858年4月 英法联军决定 从南方 向北方 北京 天津地区 以便向清政府 施加更大的 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 那么在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呢 仍然不肯放下 天朝大国 皇帝的这种家族 从这个英法联军呢 进行这种必要的 外交上的这种议和 来减轻 中国这种 外交上的压力 那么 咸丰皇帝 这个时候 指派了一个 这个官职 或者地位比较低的 一个仓场侍郎 叫做崇伦 从英法联军进行交涉 那么这个仓场侍郎呢 大概于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 什么粮食部的一个副部长 那么政治级别应该说是比较低的 那么由他去负责对英法交涉 很明显反映出了 这时候咸丰皇帝 是吧 还没有认识到 中英之间这种矛盾冲突 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那么后来英法联军 占领了大国炮台 向天津进逼 形势更加危机了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清政府才派了大学士桂梁 立部尚书花沙纳 作为权权大臣 赶到天津 从英法联军 签订了天津条约 你说在这个时候 先后皇帝 对这个外交问题 这个认识上 还没有引起这个很大的重视 那么天津条约的签订 那么很明显 是中国政府 在英法联军的 这种严厉的 这种打击之下 严重的军事威胁之下 那么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那么对于这个条约 法国公使葛罗 他也承认 说中国皇帝是在枪炮威胁下 接受这些条件 其中有些 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庞大帝国 都是屈辱的致命 那么因此 那么清朝统治集团 希望能够 是吧 挽回条约当中的 一些不利条款 甚至呢 是霸气条约 那么这个呢 应该讲也是很自然的 是吧 因为中国呢 是被迫 同外国签订的 这些不平等条约 中国损失了很多力权 是吧 清朝统治者 希望能够修改条约 或者是废弃条约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贤文皇帝 希望能够对这个条约进行修改 尽一分心力 继位天下 削一分祸害 是吧 为大清汪朝 挽回一部分国家立权 那么这个想法也是对的 那么但是清朝统治阶级 他们在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做后盾 又没有开展灵活的 这种多样的国际外交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不顾客观的现实和可能 坚持要修改天津条约 甚至要废弃天津条约 那么这样 在我们现在看来 就有一些以外交为儿戏 这个条约已经签订了 要想废除 他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那么清政府既没有强大军事实力 也没有展开各种各样的灵活的外交 就提出来要废弃条约 那么这种做法 那么很明显 这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那么它的结果 必将给中国造成更为深重的灾难 它倒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只能使中国呢 那么这个灾难更加深重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那么天津条约签订之后 它也有规定 规定一年以后 中外双方是互换政府批准的天津条约 那么咸丰皇帝当时就认为 说这个天津条约当中 有很多条款 对于中国的影响很大 他主要讲了四点 对于中国的影响很大 哪四点 那么第一点 就是外国的公使 就是钦差各等大员 就是外国公使 以及他的家属 可以在京师 在北京居住 那么就是说 我们简单讲说公使驻京 这一点他认为 对清政府的影响很大 那么第二点就是 外国人可以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 简单讲就是内地游历 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各地方 去游历去通商 认为这一点对中国影响很大 第三点就是长江各口 长江一带各口 英商船只聚可通商 英国的船只可以在长江各口 从这个吴松口 是吧 一直顺着长江往上 是吧 江西啊 湖北啊 一直到四川 是吧 这个呢 对中国影响很大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就是中国政府 交了战争培馆之后 英军才从广州撤军 那么咸丰皇帝认为 这四款对于中国的影响很大 为什么 他们以为啊 这个内地通商游历 外国人可以到内地通商游历 很可能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外国人 从中国国内的这些反清势力结合起来 共同反对清政组 造成这种内忧外患 同时病气 那么在这四款当中 咸丰皇帝最重视的 就是咸丰皇帝把它列为第一要事 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第一要事就是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那么因此 咸丰皇帝就秘密命令到上海去同英法谈判 这种这个海关税则的时候 通商税则的这个桂梁 还有华沙纳 命令他们和两江总督何贵卿 汇合在一起 那么同英国法国谈判 谈判什么呢 就是要把前面所讲的这四条 从天津条约当中删除 那么咸丰皇帝也知道 那么外国侵略者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们已经所获得的这种侵略特权 因此咸丰皇帝就说 我们可以拿两个条件跟他们交换 那么咸丰皇帝开出来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呢 两个 第一 就是外国的进口的关税全部免除 比如外国向中国进口不必交纳任何海关税 这是一个交换条件 第二个交换条件 就是鸦片持进 外国的鸦片可以合法输入中国 先丰皇帝希望以这两个条款换取上面所讲的这四条 在这个天津条约当中被删除 那么这是咸丰皇帝搞了这么一个内定的办法 那么这个内定办法提出来之后 那么清政府的很多官员对于这个内定办法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那么首先呢是两江总督何贵卿 两江总督何贵卿在1858年10月 给咸丰皇帝上的奏折当中讲 说外国来华的这个外国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进行通商贸易的商人 那么这些人 是什么呢 他是为了求利 获取利益 那么还有一种人 是在各个通商口岸管理贸易的这些人 这个呢 他叫做遗求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领事 是这外国人来华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商人 一种是英国的官员领事 那他说 说这次 英法联军对华发动战争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应求 英国的这官员领事 不能够进入广州城 不能够与其内大臣会见 引起来的战争 说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全免关税 只是使得英国的商人得到了实惠 是吧 而这个英国的这个领事 英国的官员 对于这个问题 他并不感兴趣 是吧 他是希望呢 要从这个中国的政府官员 地方官员呢 那么进行交涉 免除关税 只满足了英国商人的要求 而不能够满足英国政府 英国官员的要求 那么因此 按照何贵卿的说法 就是御仪之法 控制外仪 必须呢 要追求起信之由 这什么原因 引起了中外之间的这种信端 这种争端 是吧 他说只有这样 才能够 处理这外交事务的时候 才能够有把握 那么这何贵卿呢 对于咸丰皇帝这个内定办法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这种建议 那么接着何贵卿又上奏者讲 说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是由于十三行 对广州商人进行勒索 是由于林泽徐 是吧 火上了英国的鸦片 引起来的 说这一次 这个 第二次鸦片战争 那么他这个爆发之后 那么清朝皇帝仅仅是答应 是吧 英国的这个货物来免税 这样的话 还仅仅是满足了这个英国商人的要求 还是在重复他这个前面一个说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特别提了一点 他说如果说清政府要求改变那四点 删除那四点 就会使得英国人产生一种什么想法呢 就是英国人就会认为 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所定的条约 不足为据 不具备权威性 那么这样的话 英国人就会更加坚定他的请进之念 英国人更加坚定 要去觐见清朝皇帝 因为什么呢 清政府的大臣 同英国签订条约不可靠 是吧 清政府还要把他修改 因此英国人呢 就更要去请求 觐见清朝皇帝 而英国人觐见清朝皇帝 英国公使常驻北京 那么恰恰是先锋皇帝 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何贵卿呢 对于这个事情呢 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那么这个钦差大臣桂梁 还有吏布尚书花沙纳 那么他们也讲 他们说呢 我们看了看英国人的赵慧 说这个英国人这个时候啊 所重不在利益 这英国人呢 这个时候他所考虑的 不是获取什么的经济利益 说如果说这个时候 清政府答应 以这个全免关税 鸦片持进 是吧 来换取删除那四点 他说这样的话 这个英国人 他为了贪力 表面上答应了 答应了 但是过了一两年 要再次向中国提出来 那些类似的条约 说这样的话 清政府就没有办法去进行 这个种应付 那么因此 按照桂梁和桂清的一个想法 他们是想什么呢 他们希望 不要是吧 免出这个外国洋货的关税 那么只是什么呢 做一些外交努力 做一些外交努力 争取把这个第一钥匙设法消弥 消弥 那就说呢 争取呢 能够把英国故事 长驻北京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掉 而不要呢 给这个外国人的更多的 经济上的一些好处 那么这是当时这个 何贵清啊 桂梁这些人的一些想法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 是吧 年轻气盛 一心要改变中国这种激弱的局面 那么态度非常的固执 那么这个咸丰皇帝就多次 言语这个和这个桂梁 说他们办理的不好 办理错误 竟敢呢 将内定办法善逆更改 大幅委任 那么就御令桂梁等人 是吧 按照清政府的预旨 把派员驻京 内疆通商 内地游历 赔偿兵费 使还广东省城四项 全新消弥 还是要求按照他的这个既定的方针 是吧 内定的办法 把这四款全部都给消除 如果说你只把第一个事情 把这个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么这个还会后患无穷 说作为大清王朝是断不能允 我不能够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英法侵略者 那么确确实实更看重 他们所获得的各种侵略权益 不肯轻易放弃 那么更不允许清政府轻易的 霸气已经签订的条约 废除这个条约 那么当时清政府看到 当时这个外国侵略者看到 清政府派了四个侵裁大臣 到上海去谈判税责 那么这个英法侵略者呢 对于这一点就感到非常的这种吃惊 或者非常的敏感 那么这个时候 英法侵略者已经怀疑到清政府 有可能要背弃条约 那么因此 当这个清政府 这个谈判官员 像桂梁这些人 用话语旁敲侧 隐约其词 那么向英国人进行试探的时候 就是他呢 要把他这个意思要弹出来 是吧 能不能够把这四点能够废除 隐约其词 那么在进行试探的时候 那么英国代表明确的表示 表示什么呢 说条约以外之事 均可商量 条约之外的事情都可以商量 条约既定之说 万不能动 条约当中已经签订的 已经明确做了规定的 这个不能够随便改动 甚至讲 说纵能免税 亦难霸气条约 那么即使清政府 决定全部免税 但是这个条约 也不能够霸气 那么说这个咸丰皇帝 在天经条约签订之后 是吧 不顾客观限制和可能 要求要霸气条约 带有很大种主观随意性 那么面对着英国这种强硬措施 桂梁等人毫无办法 那么只能够在1858年11月 从英国代表签订了一个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就是海关税则 那么这个海关税则 当中对于清政府所提出来的内定办法 没有取得任何的结果 是吧 就是那四条 一条都没有能够删除 那么这个海关税则签订之后 贤蒙皇帝仍然不甘心 仍然在指示桂梁等人 还要继续想办法 把这个四项 内定办法当中的四项 要着力逐渐挽回 能消灭一世 既少受遗史之遗憾 仍然要现在这个桂梁啊 还要想办法 要废除这个四条 那么甚至到了1859年初 先锋皇帝仍然在指示桂梁等人 竭力挽回天津 天津条约当中的 这个公使驻京 内地通商等四条 那么咸丰皇帝啊 一直对于这个事情 耿耿于怀 那么在谈到咸丰皇帝 这种外交态度的时候 对吧 我们要结合着 整个国际外交的形式啊 一些通行的做法呢 需要做一些认真的考虑 那么任何一个国家 对吧 当与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与其他的一些大国强国 发生外交关系的时候 都必须十分的认真而慎重 要特别小心 那么这个国家的这种外交的路线 方针 政策 都必须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式的一种正确的研判 这个基础之上 这外交问题啊 没有小事 是吧 要特别重视 要注意对于中外关系的一种研判 那么还要把自己的一些外交政策 是吧 外交方针 从中国 从本国自身的这种政治实力 经济实力 军政实力 结合起来 那么如果离开对于中外形式的判断 如果离开自己的这种实力 那么任何在理论上高明的 这种方针政策 都可能是流于形式 因为这个外交的推行呢 他要需要有自己的实力来做后盾 没有强大的实力 你这任何一种很好的一种外交措施 外交策略 外交方法 都有可能遭到失败 成为一种空谈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吧 是一个弱国 他要面对着西方的资不履国家 面对着西方列强的这种炮剑政策 强先政治 因此呢 就更需要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 经常我们讲 说弱国无外交 是吧 一个弱小的国家 在从列强谈判的时候 在从列强交涉的时候 没有强大的实力 是很可能遭到这种各种失败 那么有一个人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说没有军备的外交 就像没有乐器的音乐 这外交是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 而在第二次亚军战争当中的新政府 是吧 他在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又没有展开灵活外交的情况之下 是吧 力图 要霸气条约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他的任何一种外交努力 是吧 不但表现出了他的很强的一种主观随意性 不能够取得成功 而最后的结果只能够是事与愿违 是吧 使中国是清政府在政治上 外交上 陷于更大的这种被动的地位 那么我想呢 我们通过讲这段历史 我们也应该继续这么一种经验教训 就是在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增强自己的国力 那么后来清政府之所以要搞洋务运动 就是从他们认识到 这个军事实力 在同外国交涉过程当中的这种重要作用 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三讲 清政府的外交的这种僵硬性和随意性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